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今天到店家去消費 買1000元就可以拿到一張的摸彩券 消費越多機會越大 還有什麼在Saxphone後面呢 哇 原來是我們的CYL 有彩繪的,像荷蘭代表處他們也有彩繪 台南市政府也有彩繪 所以我們不只是在行銷關,而是在整個產業面 還有其他不同的單位,大家一起來 當然到最後,抽獎是很重要的,很期待 所以我們也設計這樣一個活動 但是比較大的獎是要到六月,所以這段期間 就是要讓大家常常來,因為你常常來才對這關這裡溫泉會有種感覺 所以像音樂的活動的話,我們是提供這樣的保全公園的舞台 那除了我們有活動安排之外,也能夠希望提供給外面的團體 如果你對音樂有興趣的,也可以來 那以後這個區塊我們會交給溫泉協會來做精靈管理 那這樣的話,整個活動它才會落實到產業 溫泉產業,才會免費 這是我們舉辦這個活動最主要用在這裡 關子嶺,關子嶺這個區塊 是我們西大亞的一個國際的光點 因為最主要就是它的湯跟別的地方不太一樣 它是一個泥浴的湯 那再來就是因為早期日本遊客 或是現在我們正在主推日本遊客也都到這邊來 那你日本遊客也不是只有泡湯啊 你還要一個產業跟故事做個連結 但是這個區塊呢,可以從烏山頭八天魚的元素 我們在明年年底就會把它呈現出來 然後到就是白河、關子嶺、東山咖啡 就是一帶的話 其實當天其實離我們高雄是這麼也蠻方便的 當天可以來回 那你要做兩天一日以後也可以 因為你去旅行不是在那邊走壞店 你要慢慢慢慢地點位 那甚至可以延伸到我們的其他的南道去 像梅林啊 或是大內啊 佐鎮啊 甚至比較遠一點就拉到真文去 嗯